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实现这个技能石 当你拾取这个石头的时候 你就能够实现独断跳 一想到这一颗石头有技能 有特殊的用途 你应该马上想到是蓝图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找到Orient Blueprints 在这个里面来创建我们这颗石头 点右键蓝图类 这个我们已经创建很多次了 选择Actor 来一个叫做BP 这个升级Power Up 但是什么升级呢 叫做Jump Jump Jump升级 双击进去 它首先要有一颗石头的样子 所以我们给它来一个静态网格体 然后它需要触发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触发 这是选用球体触碰 球体触碰 好 首先我们给它选一个石头 选一个石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Orient 在这个Learning Kit里面 我印象好像有一颗石头 Asset Pop PopUps 好 我们就可以选我们这颗石头 把大家的名字复制一下 然后在这边来我们选择选择它 好 注意我按的是F2 按一下F2就可以变成这种状态 然后Ctrl加C 好 选好这颗石头以后 这个石头在上面 我们把这个球体稍微变大一点 然后石头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位置 好 当我们的人物进入到这个框框里面以后 就进行升级 看一下怎么来实现 老规矩往下走 逐渐开始重叠时日 好 这大家很熟的 我们之前已经玩过很多次了 好 怎么样让人物来升级 首先你要获取到人物 你叫做什么呢 获取玩家角色 上面我用了英文查询 叫Get Player 然后玩家相关的东西就都出来了 获得玩家角色 然后让他的这个Jump 设置他的Jump最大跳跃数量 这个地方我用了也是用Jump JumpMaxCount 最大跳跃数量 跳跃的这个数量 就设置为2 设置为2 这样子呢 他就可以拾取到他 然后进行升级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 我们编译保存一下 然后将这一颗石头 我们上面蓝图 蓝图 将这一颗石头摆出来 放在 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 让我们点运行 好 我现在就可以两段跳了 好 但是我拾取到这颗石头的时候 他并没有消失 按理来说的我们拾取到他的时候 他应该要消失对不对 消失怎么来做到呢 只需要在后面加一个东西叫做Destroy 消毁act 消毁act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 先只能一段跳 先只能一段跳 然后当我拾取到石头 我现在就可以两段跳了 两段跳 好 当然你也可以在后面加一些音效 加一些粒子特效 拾取式的粒子特效 都加在后面就可以了 加在这个后面 然后最后再销毁 最后再销毁